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介绍并联的RLC交流电路 我们讲连有一个电路 这是它的一个Source交流的电源 然后这个上面有三个电路的元件并联在一起 我们假设这个是电动式 这个是电阻 电感器 这是自感器数 这是电容器 这是它的电容 如果我们假设 它的EMS 是等于一个最大级 乘上5 Omega T 我们现在要求 每一个 经过每一个元件的电流 是什么 求经过每一个元件的电流 比如说经过电阻器的电流是IR 经过电感器的电流是IL 经过电容器的电流是IC 这个是它的总电流 总电流 这些都是时间的函数 都是时间的函数 都是时间的函数 我们现在要解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知道 并联的电路 原件并联在一起的话 它的特点是什么 电压要相同 就是这两边的电压 要通通是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就讲 它的电压其实就是什么呢 它的电压就是EMM 那我们可以写成VM Sine Omega T 因为这两端 不跟这个一样 所以它就等于 这个是每一个元件 两端的端电压 端电压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求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求I 这个ID 它是时间的函数 那它当然等于 IR 时间的函数 加上IL 时间的函数 加上IC 时间的函数 那你要先求这些 你才知道这个 好 那么 如果你要求IRT 这个等于什么东西呢 IRT 它是等于这个 它是等于它的一个 极大值 乘上 塵上 塵上 塵 这个 大家都 电压都是这个 电阻的电 电流跟电压是 同向 同向 所以这个就变成 就是这个准备了 I obligate 那 你现在就要求这个 IR 啊 IR是什么东西啊 IR 好 IR 它是等于 V V 就是说它的顶值 它跟它的顶值 之间要满足欧姆定律 那么 我们就写这个 欧姆尔 是等于这个 OK 那么 它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Rotor 是一个Rotor 就是所谓一个转动向量 这个也是转动向量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向量 画出来 啊 画出来 我们以共同的作为标准 V 好 所以它现在有一个 V M 它是以Omega的角速度 在这个地方转 Omega的角速度 对不对 好 那么 电流呢 电流呢 电流跟这个是同向 同向 同向 所以电流我们就画在这里 电流就画在这里 电流就画在这里 它跟它一起 就是I 好 就是I OK 跟它在一起了 它 那再来我们就看这个 I Lt I Lt 是什么呢 I Lt 它是等于 I L 乘上一个 Sine I I 跟V 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电流 跟这两关的电压 跟这两关的电压 有什么关系啊 它是电压超前电流90度 或者是电流落后电压90度 所以你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画出一个 90度 这画得不好 这是90度 OK 好 这个是V L 这个是V 这里是90度 这里是90度 这里90度 那么 它是等于 Sine Omega T 对于这个 这个来讲 它是减掉 二分之拍 差90度 90度 OK 好 那么 你看 这个 这个 I L 的关系 I L跟 V 之间的关系 满足 欧姆定律 这个 是 XL 它的 Reactance Reactance OK XL 就是 V M Omega V V L L 我们再看 I C T I C T 它是等于 它的一个 Amplitude Omega T 它要比Voltage 电流 在电流器两端 的电压 要落后电流90度 或者电流要超前电压90度 或者电流要超前电压90度 I C I C 等于什么呢 I C 它现在超前了 超前90度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假设这个比较大了 这谁大谁小 不知道 它给你数据你才知道 好 好 那 这个是等于 V M Over XC 那这个就等于 V M Over C OK 好 那现在 呃 我们 这个是V L 我写错了 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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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 就是這三個加起來,但是它會等於i,maxima,sin,omega 它跟它之間,假定它是,這個正的負責不曉得 5是正的負責,我不知道,要等到數據出來 你知道哪一個大,哪一個小,你才知道,不過我們都可以選正的 最後發有正的或者是負的一份 它當然就等於這個東西 現在我們就要問,im是什麼? im 主抗來除,總主抗來除 總主抗 總主抗,到底是什麼?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關係找出來 我們把這il跟ic,減一減 減一減 那就是差不多在這裡 這個 大小 就是 i c 減 i l 這個就是這個 那,這兩個已經向量 用向量方法加起來了 那麼它的核向量呢 就跟這個 再求一次核向量 我們就把這個核向量寫成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 i am i am i am 這個應該是i am 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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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 我們看這個角是phi角的話 這個 這邊的平方等於這邊平方加這邊平方 所以它是等於 我們先寫il i 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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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V,V通通拿出来,都有一个Vmaximum,然后这个里头呢,这个就变成R,我们这个地方要开一个平方,二分之一次方,OK,好,这里已经,这是平方。 我把这个写成R,加上,这个就是Vm乘上OmegaL,减掉OmegaC²,整个开平方,整个开平方,好,那么,我们知道,这个要,这是拍C,我先错了, 这个简直的,Vm over,它是over,over就变成这个,你看,ic是等于什么,等于Vm over xc,所以它是等于VmOmegaC, 这里,这里有,这里有,好,那我们说,这个是等于Vm over z,这个就是Vm over z,所以比较这里我们就知道,它的z等于什么东西, Vm over z vậy? 然后,Vm over z,然後 OmegaL, written down there shortee,微量鲜垂 Así che,很難下,这样 它是OmegaC Chinese madameC вот weeklyellschaftель chunks of S European personnes, 你中主抗会了,我们就可以知道IM是什么东西 IM就是这个,我们现在就可以写IT IT是这个,IT是这个东西吗? IM现在有了,我们再求PHY好了 再求PHY角 就是说你要求IT,你要求这个,丁求这个 什么? 颠倒 颠倒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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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负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我写错了,马上告诉我 就不会一路错下去 OK PENGY的PHY等于什么? 至那求PHY啊 PENGY的PHY就是这一边 比上这一边,所以它是等于 IC-IL over IR 于是我们就得出来,原来它的SY是等于 Uctangent V通通约掉,这就变成 Omega C-Omega L Omega C-Omega L分之一 除 这个是正还是负 要你把C,Omega C,Omega L分之一算出来 你才知道是正的负的 你如果正的话就是在这一边 负的话就会比它大,你这个就跑到这一边来了 那你们回去让自己再 再看一看 这些都算出来了 我是不是就知道IM是这个东西 IM是这个 那我们就把这个IM 算出来 IM就是这个,我就不再写了 因为不写在这里 IM跟这个 好,那么 IRT呢 就是IR IR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都有 Omega T IL呢 就是这个,值带进去 你可以这么写一下 这就是VM Omega T Omega T 就不要写这个 Omega T就好了 好,那这个就等于 VM VM Omega T Omega T Omega T 渐 二分之π 好,那这个呢,这个已经有了,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选,现在这ICT,它就等于ICI omegaT,加二分之它就好了 IC我要把它写一下,等于Omega,等于Vm,OmegaC,二分之一 就做出来啊 这个,这个怎么样? 这个R是5的啊 对对对 OK,Thank you 这个也错了 这样就对了 那这个也要改一下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就是 Vm over r 这个也错了 好,那么 我们遇到这种电路啊,就是这样做啥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Z 看这个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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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假如 有一个频率 假如我们的频率 正好是OmegaC 等于 OmegaL 那这个时候的Omega 就等于 OmegaC 根号LC 这是共振频率 共振 当然它也等于2πF F F是共振频率 A,共振 这是共振有什么效果呢? 这个是0 这个是0 加上一个正值 加上一个正值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 这个本来是比这个要大 现在这个是0了 那就 这个值是什么? 这个值是最小 最小 最小的话呢 那Z 它是负二分之一字 所以Z就是最大 Z Z 等于Z maxima 等于什么呢? 等于R 这个时候 电流 就是最小 我们把这个写上来 电流 就等于 minimum 这个时候 电流是最小的值 电流是最小的值 这个是 并连电路共振的时候 电流最小值 串连电路共振的时候 电流是最大值 好 好 再来呢 就是我现在三个 串联三个病人都 都讲过了 如果说只有 这两个东西的病人 R L 或者R C 电流的串联病人 你也可以这样去做 OK 我做一样东西 你就自己想三样 变化变化去做 所以你等于做一个题目 会一个题目 你就等于会另外三个题目 好 没有 准备 好 那